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強網路獨播版 凱傑上次來做 你是做什麼 最近也是做鮭魚啦 可是今天是帶一個不同的鮭魚的一道菜 它就是鮭魚三吃就對了 是 今天是比較特別的 是叫那個威士忌醬烤鮭魚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女性人的鮭魚是最好吃的 我們是有名是那個女性人國玩鮭魚 然後它有名就是它的油脂是很健康的 所以就是我們這女性人單純就是在吃鮭魚比較多 不是加拿大鮭魚喔 沒有耶 還是挪威鮭魚 挪威鮭魚 那是最大種 不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是我們的好水就是給我們的鮭魚去喝 是 所以我們的鮭魚是非常的棒 鮭魚很棒耶 前進有看了一個報導說 現在酪梨跟鮭魚其實是一個好的很健康的東西 真的非常 有那個Omega-3 對 很好 所以今天大家來猜 不管你就是喜歡吃鮭魚 還是在健身的過程當中 這個這道菜是非常好吃的 好喔 對 因為是有鮭魚 還要那個新鮮的那個蔬菜 好 所以我們就來吧 好 是 所以剛開始我們要先準備好我們的鮭魚 那我們今天是用烤的 所以烤之前要先準備一下我們的那個 就是鮭魚的那個算是醬嗎 醬汁 是那個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用那個麵粉 麵粉是低筋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等一下把鮭魚放進去那個麵粉 然後大概是用夠多的麵粉是可以去 就是改過那個鮭魚就好了 然後 沾薄薄的一層而已 可是麵粉這樣放太多會不會覺得 好像你外面有一層 其實還好 因為麵粉裡那個鮭魚放進去 對 要薄薄的 對 所以現在我們是用大概250公克的那個鮭魚 然後 烤箱是不是也要預熱 大概是250左右 那看你的烤箱是怎麼樣的登記了 就是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鮭魚做到熟就好了 剛剛好 那我們剛剛是夾的是那個黑胡椒 黑胡椒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它會黏上 鮭魚會黏上的黑胡椒會比較少 那除了那個黑胡椒之外 就可以用一點鹽巴 需要這樣 都在你手上了 其實它都在你袖子上了 是不是 那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我們的那個麵粉還有那個黑胡椒跟 鹽巴 對 然後再來可以把插 簡單的 嚼一嚼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鍋采 用鍋采 而且機場沒有跟我其他的東西可以去教 所以我們有什麼就用什麼 對 其實它是沒有湯匙的 所以我們就 反正女生就很隨興嘛 DIY的國家 我們就來吧 然後就把鮭魚放進去 然後雙邊就 不要沾太厚 對身體會有負擔 對 會嗎 你看今天杜力沒來 就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什麼 我沒說 我們今天用的料是很健康的 所以就是沒有關係 那 這個就可以先放進去 應該這個是要烤大概20分鐘 因為你今天用烤的方式是因為烤比較健康嗎 還是其實用煎的也可以 其實烤是比較健康的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是用的那個樣子 就是用烤的是比較適合 所以這個是用好之後 就可以先放進去我們的那個烤箱 然後就給它20分鐘 烤20分鐘 對 然後我們在等這個烤碗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準備好我們其他的醬 OK 那我們其他的醬就是說 我們在用一個東西是 我不知道它的那個中文是叫什麼 是不是 Dew 是什麼 石螺 這樣子那麼多 然後因為它是用它的醬 所以看你要多重的口味就可以用 是 除了這個之外 加上我們的那個奶油 然後那個奶油也是25公克的那個奶油 當然是要用女性的奶油比較健康的 比較好吃 因為你現在是有開火的呢 然後現在 其實這個是可以慢慢的去開火 然後 不要讓它 過熱 就是不會這樣子 因為它的那個油脂 像那個Kena說的會變質 OK 我覺得你那個醬汁待會可能要零少一點 因為你石螺放太多了 我覺得 現在石螺味道很濃 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 等一下是做這個菜 然後這菜也是要去用那個醬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也是放那個威士忌 威士忌 對 然後還有白酒 石螺味道很重 它放太多了 那是一茶匙 等一下就會醉了 一大湯匙 不會醉了 這樣子就剛剛好 可以 然後現在就是把它弄到那個奶油都融化了 然後這個就可以放在旁邊 等我們的那個鮭魚好之後去夾 所以先把這個用一用 所以先把這個用一用 可是這個是滿香的 真的 那個味道都出來了 其實味道菜中的話 不需要防全部的醬 然後去看看人 有些人是喜歡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對 然後比較清淡的就是可以少加一點 其實它這樣子烤好出來加個檸檬也就超好吃 對 對 因為其實那個檸檬也會就是 可能是就是搭配那個鮭魚就是剛剛好 我很喜歡就是那個鮭魚帶皮有沒有 然後煎的時候先不放任何油 然後皮先下去煎 然後它自然逼它自己的魚油出來 再煎另外一個 比較脆一點 或者是用炙燒的 對 直接這樣噴 然後現在這個醬就好了 所以它大概是就是已經融化 然後融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好 然後準備好 你的石螺放得跟抹茶一樣多 對 這應該是抹茶粉 我們現在是用什麼就用什麼 這是抹茶粉 它臉都縫了 會不會它最後做的是多多綠 對 那現在我們的醬就好了 我們就先放在旁邊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炒我們的菜 是 然後菜我喜歡 菜是比較脆脆的 對 所以其實不用去做過久了 然後所以先加一點橄欖油 橄欖油 那這次叫健康油 再放點石螺要不要 喂 太多 看你的口味嘛 不要 要加就可以夾 不要 你的我可以夾特別多了吧 還是要用吳子龍的香菜 對 好 然後先把我們的那個蔬菜夾進去 海椒啦 還有花椰菜 對啊 在這個時間 如果說你有多了那個白酒 還是什麼的 你就可以先把一點白酒放進去 然後再來 就是讓我們的那個菜比較不會乾掉 然後比較快好的時候 就可以先用一個蓋子 不然會流失水分 然後這個可以活再高一點 高一點的時候 你放那個什麼 可能是米酒還是什麼的進去的時候 那個香味就會熏在裡面 然後很快就好了 因為我不喜歡吃我的蔬菜 就是有點爛掉的感覺 我也不喜歡 你菜等一下會開多少 我是猜三個六 誰在跟你玩三種啊 好 這個差不多一兩分鐘 然後我們的鬼也應該是 差不多會好了 所以我們先讓它在那邊 因為今天是沒有多了那個白酒 你剛把白酒全都下下去了 白酒就很好 白酒 費丹尼白酒拿出來 費丹尼快點 快點 費丹尼過了 又一杯 先讓它嚼一嚼啊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鮭魚 對啊 裡面有一個弄好的 是 然後現在就弄好的鮭魚 就轉這樣 這就對了嘛 所以其實烤鮭魚就是別人說 你不需要去另外加油 然後如果你特別是重視 就是重視健身 還是為了健康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用烤的 然後烤的也是很好吃 是 其實這樣烤了 然後蔬菜用燙的 就超級健康 對 運動的油脂也有吸收到 剛剛這鮭魚要烤多久啊 烤20分鐘 差不多烤20分鐘 可是你可以去看看 因為不同的烤箱的那個 而且也有你的鮭魚的厚度 大小 對 不一樣 那現在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先把我們的那個菜 你看我們的菜還是 那個顏色還是很漂亮 不好意思 你剛剛是在夜市是不是 我的豬手有點暴力 對啊 對啊 插桌不能用那個 要用木頭 對 木頭 小楊哥是專業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水性嘛 我們有什麼就用什麼 對 你不沾鍋 你不能用那種鋼的去 水格搭搭它的 好 放我們的菜上去的時候 你看一過完油 顏色多漂亮 對 非常好 所以感覺很新鮮 是 然後再來把我們的鮭魚 放上去我們的蔬菜 就這樣 然後最後 我們就一起準備好 頂上抹茶醬 對 我們的抹茶醬 多多綠 這個先灑一灑 好 灑灑的這個菜 好了 就是這樣子 OK 不是要用全部 好 完成 上菜 原來是很美的 漂亮 大家可以吃一下 試試看 抹茶鮭魚 超好吃的 而且我很喜歡你 你煮的那個菜的時候 那個綠色的菜 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這樣做 還是因為你沒有注意 但是你沒有煮的太熟 就是它有偏深一點 所以它有那個養分 那些東西都有保留在裡面 是 超厲害的 可是那個鮭魚反而 因為Dominio都是分開做 然後那個鮭魚是比較乾的 除非你放那個醬 因為是在烤箱用的 那個菜又是比較有汁的 所以這兩個在一起 剛好搭配得很厲害 其實如果你是先唱組的話 其實你的鮭魚會比較好 然後因為我們在這邊是放比較久 所以鮭魚會比較乾一點 所以盡量是 東西是放在那個烤箱裡面 剛剛好你的鮭魚好之後 你的其他的菜就可以馬上 時間更好會搭配對不對 我覺得不錯 可是我想要問一下 第一這個是對我們 因為喜歡運動的人 但是不錯 因為很多燈白紙 那些很健康 可是這個白酒跟威士忌的味道 完全沒有了 你是不是又想開一瓶 等一下 我先拿給你好不好 而且沒有了 我想說本來就 我本來想法是 因為他有講威士忌醬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 把東西弄熱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那個酒精 已經是會蒸發料 還是說他其實威士忌 最後在 再補一些 沒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凱傑這邊 我要給他加分 因為威士忌不能最後再放 威士忌最後再放 它那個辣度會太辣 我來比較喜歡吃生的鮭魚 對 這個因為我不喜歡就是烤的 或者是什麼燉的之類 因為我覺得太膩 很快就膩了 太油 但是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什麼 奶油的味道跟什麼 剛剛講的那種 用酒的威士忌 跟那個米酒 就做的那個醬 然後就我覺得還可以 那我欣宜打烊 美食節目主持人呢 我欣宜打烊 我跟你說 這個好好講喔 我剛剛今天讓人請你餐廳 我覺得是今天那個 用的鮪魚是對的 因為那個這剛剛 我剛剛 鮭魚 算鮭魚吧 鮭魚是鮭魚的部位 因為我剛剛 怪不得打烊了 鮭魚的那個 我剛剛吃的是背部的部分 不是肥部的部分 肚子的部分 因為那個它 這個鮭魚是我感覺得到 它從北海道 湧到北歐 然後湧到紐西蘭 所以它的肌肉非常的節省 它特別勞過日本啊 它本身就是一個日本人 對 但是呢就是 加的這個是橄欖油 跟這個是綠魚醬 那個有點像抹茶的 那就是因為 如果我剛剛今天吃的部分 就是那個腹部的話 太油了 但是我剛剛吃的 而且是你用烤箱 所以多的油是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是這個橄欖油 跟這個綠魚醬 是非常的搭配 我覺得它很厲害 它用烤箱 可是它的那個肉 可以煎到外面很恰恰 然後裡面肉是剛好的 因為有些鮭魚會弄得很柴 太乾 因為它有麵粉保護它 對 如果你沒有鋪那個麵粉去烤的話 就會變很柴 它麵粉在外面形成一個保護膜 它裡面就有多汁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道菜很好吃 可是好像少了一點點酸的元素 沒有檸檬 然後我現在看 我跟你講 因為用檸檬 你是不是忘了用檸檬 忘了 其實因為我們就沒有分離一點檸檬 幫我擠一下好不好 我不是要淋在上面嗎 這個檸檬 為了小政界我們就可以先夾一點檸檬 檸檬跟鮭魚真的超配的 超搭 對嘛 這樣好吃多了 是 對 這樣可能也不會覺得那麼油膩 對 對 這個鮭魚就是一定要是夾一點檸檬 所以上面就是 一點點就是剛剛好 好吃耶 這個威士忌醬 烤鮭魚成功 很棒 謝謝 謝謝凱傑 嗨 爹尼 爹尼 巴西這麼熱情今天給我們帶來的菜色是 番茄蝦仁燉魚肉 感覺是一個很費工的一道菜 我告訴你 我其實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把這個菜介紹給大家 因為它是在 多開心 非常開心 表現一下 多開心 好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不是以整個巴西友 只有我的 就是我的城市那邊 有這道菜 所以非常非常特別 它的葡萄牙的名字是 Mu Kekka Kapshaba Mu Kekka Kapshaba 你有做過這一道菜嗎 之前跟媽媽一起做過 對 所以大概知道要怎麼做 就是她上幼稚園的那一道菜 好久 可是感覺好像很費工耶 它就是看起來很複雜 可是我跟妳講 它就是蠻簡單 蠻簡單 因為我們這邊有番茄跟鹽蔥 是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有 蝦菜 巴西里跟這個蔥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 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全部放在一起 全部喔 酷畢了 那有幾顆啊 很多耶 這邊是 應該是一顆洋蔥 兩顆番茄 番茄是五顆 然後洋蔥是四顆 五顆番茄四顆洋蔥 對 好多喔 這個是家人一起吃的 不是一個人吃 要養很多 他算是大菜吧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香菜 跟吳子龍拿的香菜 香菜 對 把這個炒 蔥花 你把香菜加下去 炳秀就叛氣了 我拿這個 那我們這邊第一個動作 是把所有 拌勻 拿來 對 感覺在做沙沙醬 對 沒錯 沒錯 把它弄好之後 因為我們想要就是 它所有的味道就是 混合在一起嘛 是 對 好 好 差不多這樣子嘛 然後再來 砂鍋 我們這邊 巴西有這種砂鍋嗎 有有有 我們巴西要做的時候 特別是想要吃一種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 要煮的味道 要幫你開火嗎 好 可以開 小火 有沒有 沒瓦斯了 來 因為剛剛被那個金炳秀炒 那個魷魚炒了十分鐘 對 他有點累了 是被炒光的 那我們再來 加一個橄欖油 好 加一點點 可能要等一下 要小火 你要不要大火讓它 沒關係 那我們先把這個橄欖油 放在這個鍋的旁邊 要把它弄均勻 對 沒錯 好 這很難得 它的砂鍋底部 還有一個巴西的地圖 再來這個是一個 難得 看得很細喔 紅色的粉 因為我們想要 紅色的粉 紅色 紅色的粉是什麼料理 紅色的粉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讓這個料理變紅一點 對 大家是沒什麼特別的 紅椒粉 對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確定嗎 那我們吃了會嗨一點嗎 會 等一下就很嗨 那等一下也要放黑色的粉嗎 那是什麼做的 這應該什麼 那是匈牙利粉 給胡瑩珍藏一下 那是什麼味道 沒有 那是匈牙利紅椒啦我覺得 不是 它不是辣的 紅椒粉 不是辣紅椒粉 就是紅椒粉 就沒有味道 它沒有味道就是 所以它就只是有顏色而已 對 有顏色 上個色而已 對 我們把它就是 spread around OK 那我們再來 灑了一滴 再來我們 灑了一滴 我們先 我們先補 我們先補 補什麼 一倒這邊 它這個為什麼把紅椒粉 放在鍋底 不放在這個一碗的裡面 把它拌一拌 為什麼 我覺得很大的可能是 它沒想到 因為等一下 我們有很多 鹽蔥跟番茄 有沒有 那等一下就是 我開始加熱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蓋起來 它會開始融化 它會開始變水 那水全部會往下 在這個鍋的下面 然後它那邊會開始燉 對 沒關係啦 我們沒聽懂正常 所以跟粉有什麼關係 對啊 就OK 它開心就好 我們本來以為是沙拉 後來它現在把它拿來鋪底 對 我們先鋪底這邊 這個很意想不到 先鋪底 它也沒想到 對 感覺上它是邊想邊做這樣 對 OK 他說對 因為他說只有他家鄉有這道菜 誰看過 對啊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對了 再來 我們要把這邊的魚跟蝦 這是什麼魚啊 烏鍋魚吧 這個是 鍋 烏鍋魚 對 烏鍋魚 海邊的 海邊的 對 所以你的家鄉在海邊嗎 海邊的 烏鍋魚 海邊的烏鍋魚 不是淡水嗎 烏鍋魚是淡水的耶 他說烏鍋魚 海邊的 海邊的烏鍋魚怎麼樣 沒有 它剛剛都說紅的粉了 就是被洗 打死 被洗到海邊的那種魚 仙海的啦 仙海不一樣 那個不舒服 海的魚 海邊的魚飯他賣了 是 我們先這個 還好他沒有說烏鍋魚月球的 而且這兩條魚都沒辦法瞑目 加一點鹽巴 一鹽巴一下 對 加了之後 我們會開始把烏鍋魚 放在這邊 是不是海水養殖的烏鍋魚 你不要再問他那麼深奧的問題 他也不知道 我想去幫他合理吧 但海水養殖的烏鍋魚 土味不會那麼重 沒有這麼重 這倒是 對 那我們就這邊 也是鋪在下面這樣子 鋪在下面 我們第一個部分是把 第一層補 用這個菜對不對 再來我們會開始夾這個烏鍋魚 這看起來還滿滿 魚頭也都放進去 感覺好像我們砂鍋魚桶 再來 再來我們分第二層 所以粉不能加進去 再加上去 不是他跟我們 因為粉只能在加的那一層 他跟我們中式不太一樣 我們中式的砂鍋魚頭 魚一定要炸過 他這個完全沒有炸 放進去炖 所以它的鮮味應該比較 炖 對 沒錯 它是用炖的 我們砂鍋魚頭是用燒的 炸完用燒的 然後這邊旁邊全部可以補一下 是 都要把它補土補好 也讓它安息 它這樣應該不會有腥味吧 這很難說 它放這麼多的洋蔥 看它燉出來什麼 對啊 我覺得它放那麼多辛香料 應該也 而且它沒有像家口講 那個有炸過 它的味道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在巴西可能 應該不是用無鍋魚 他們應該是用他們 是無鍋魚 是無鍋魚嗎 是喔 有無鍋魚 我幫你也有 大家知道 注意喔 無鍋魚 海邊的 海邊 無鍋魚有去海邊 謝謝 好 這邊補了之後 是 那我們最後一個部分是 把 不要浪費 把它弄完 把它弄完 我來 最後一個部分這邊 特加本色又出來了 芝麻 我們先粉在這個蝦子 是 然後我們再來 就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 對 沒有 大蒜加點鹽跟蝦 加本一下 蝦上面放大蒜跟鹽 大蒜 然後最後就把一些黑胡椒 黑色的粉 撒上去 黑色的粉 黑胡椒 把它放在上面這樣子 好 好了 那這邊弄了之後 我可以開始 再撈上去 再撈一撈去 這樣是 它不會很熟嗎 沒有帶殼的話 它跟那個西班牙海鮮燉飯 還滿像的 只是 它們是燉飯 燉米 它這是燉魚在裡面 一層一層鋪好這樣 千層派的概念 很像在煮火鍋 這感覺要煮很久 這個就是不用煮很久 不用嗎 這個差不多 30分鐘到45分鐘 很久 這樣叫不用很久 我們延遲很久 快就我等了 沒有 不會很久 先一開始大火 然後再來變中火 那有在做這個菜 那你怎麼分辨它 要變成中火的時候 滾了嘛 湯太多熱 就是時間到一半 時間到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 你會發現這個蝦子 會開始變顏色 對 那開始變顏色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火變小 現在要中火 對 好 那我們從這邊 就等了40分鐘 好久 很特別 它這邊都不加任何水 它就是洋蔥 洋蔥的那個水會跑出來嗎 還有什麼菜裡面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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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魚肉裡面本身 也是會有一點水會出 海海類的東西 蝦子跟魚都會出水 對 我還滿想知道 它燉出來會變怎樣 對 45分鐘 真的很好吃 真的非常非常好 煙質 整個濃稠 來吃一下 燉得很爛的感覺 很濃稠 沒有 吃吃看 沒有 很棒 很棒 這個 它的味道就那麼特別 可以試試看 我好好奇 這什麼味道 可以吃一點蝦子 還有一點這個魚 多多你覺得多多 我覺得 老實說 還是有欣慰 是 我覺得還是就是說 比如說 他是不是跑去 海邊又回來 對 回來 所以可能有欣慰 那如果有我的話 像那個用琴酒 日本人就是用琴酒 就是洗一洗 就是泡一下 那就是它的本身的味道 沒那麼重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但是就是它的本身的 那個番茄味道 跟菜的味道是可以 但是比較可惜 就是那個 它的腥味是整個都 蓋住其他的美味 對 味道是OK的 所以比較可惜是那個腥味 我倒是沒有吃到腥味 但是我吃到燒焦味 有燒焦味嗎 這個也有 酷味 有嗎 你們知道那個 巴西人就是比較懶惰嗎 可是感覺好像是 冰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隨便丟進去一個 那個鍋子啊 然後又煮一煮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你的番茄還蠻好吃 謝謝 除了那個之外 我是很不喜歡 就是一個就是建議是說 我很不喜歡 魚吃這個東西 然後魚裡面是有很多汁啊 所以好像吃一口 然後還要 所以懶惰是我們巴西人就對了 蛤 沒有 我覺得你的魚 應該是要繞過日本 然後游到紐西人 進去我們的乾淨的水 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去煮的話會更好吃 會不會其實這個魚 可以換成別種魚啊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 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像凱傑 借一點那個抹茶醬 淋上去應該不錯 對 那個石螺也滿不錯 我可以分離一下 我有教你好不好 裡面材料的問題 我就不喜歡這兩個都在裡面 香菜跟 魚 我就是烤的魚跟燉的魚不喜歡 因為台灣的魚有一點土的味道 如果煮不好的話 就有土的味道 煮不好 對 然後就是什麼 新的味道也是有一點重 煮不好本人 我覺得這是那個什麼 那個鱸魚 鱸魚 鱸魚的話應該很好吃 對 其實我跟凱傑滿像 我也很不喜歡吃有魚刺 所以因為這一點我會覺得很噁心 我這樣吃下去一直挑刺覺得很噁心 可是他用這樣的方式去煮很健康 真的 而且好吃的沒話說 可是就是魚那樣子的方式 我會希望 我自己會去找另外一種取代的方式 好啦 我們下次就頂頓業的 這些 就算不好吃了吧 不要再頂好不好 可是沒有 還有一個很好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燒焦的 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這樣有一個煙燻味 很棒 這做得很好 可是他如果不加半滴水 肯定是會焦掉 對 一定會 他鍋一定會有巴 百分之百 那個是看時間 那個就是 如果是想要加水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時間 現在又可以加水了 那個是可以 就是炭重礦嘛 炭重礦 對 好 反正這一道對不對 就是這個 番茄蝦仁燉魚肉 也算 燒焦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強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